莫笑花灰狼 莫怨谁不逝 最后满满万篇恨笑傻似风 似一种 曾经 曾开又何用 文文出世 打去又没忧 不愿意梦 一出生 被爱怨所牵涉好 事事都颈不动 爱祸又分离 缘祸又三奉 世里的博强扣当 导致华之有幻梦 尽一尽情 曾开又何用 尽以尽情 尽爱有何用 是你好也罢 是痛苦也罢 最后愚痴露 笑落肺痛 是什么都化空 是一路 恨我身世上 被爱阻振着我 被爱疏忽露 笑嘴露 有多少个字我分在千 忘了是你好也罢 是痛苦也罢 最后劫痴露 笑落肺痛 是低利不白 只一刻 是我身世上 被爱疏忽露 笑嘴露 小竹人有多少个字我分在千 忘了 老主持已经吩咐人 通知全天下的道士 在九月初九重陽寺那天 齊集在钟南山凌虚殿前 举行你的登位大殿 天生 距离重陽寺 仍是一段日子 希望你趁这段日子 好好静仰一下 钟南山始终是我们 度假的圣地 相信你在这里 可以令你的心魔自然远离离 什么 一切趁愿烦恼 是由心而生的 一切趁愿烦恼 一切趁愿烦恼 招儿了 若師, 一日不見, 允隔三秋 如今天生已經身在中南山 不知不辭而別, 於是肝腸寸斷 若師, 不將就位道教掌門 難再續未了如, 驚喜 如果天生違背諾言, 就天打雷敵 我已經預備好水給你侮辱了 天生, 我們來到中南山有多久? 差不多三個月了 我相信你現在知道下山的雨 應該落得最大 那倒是,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才來中南山, 肯定很辛苦 好了, 反而我真的沒來過中南山 參見國師 國師, 為甚麼這麼晚才來中南山跟我聯絡 中南山一帶, 宋君手臂而密 我稍有不慎, 洩露身分就會折我的生殖 我來中南山的時候 都聽聞過這裡有個浪得虛名的守關將軍 來, 生道長, 你千萬不要小看他 他叫做霍景山 他的五雷匹力炮我雖然被你教過 但是三個月前, 邊關一營 我們的兄弟也死傷無數 就算多幾個霍景山 只要我真經在手 一樣可以讓他們人頭落地的 好, 他日如果你得到真經 千萬不要忘了你說過甚麼 難道國師還懷疑我的意向嗎 你查到九陰真經的下落沒有 真經就在天生上了 但是, 你看搞什麼 天生上了 為什麼, 你看搞什麼 寶貝只是在家裡 也別叫人家 小孩子 在家裡 都在家裡 過嗎 這樣 在家裡 去死 我 你去死吧 賭師仔, 別把九陰真經拿出來 如果不是, 要你救命 五雷霹靶炮, 大哥, 還不追 明天想追到將軍府吧 將軍府? 五雷霹靶炮 除了霍景山之外還會有誰呢 靖先生, 他怎麼樣? 應該沒甚麼事了 不知道是個道士幸運, 以為你救命了 如果你還在海邊多受幾天罪 又餓又冷 我怕現在昏迷的那個是你 月盈, 你應該了解我的心情 我了解 你要知道你快要做爹了 你也要顧一下自己才行 要不是莫說救人 我怕連你自己也支持不住 到時候不知道誰守哪關 不知道誰為兄弟報仇 月盈, 我知道了 老爺, 凌虛的道場在偏廳等著 請他們進來 知道 那我先出去 道謝 老爺, 你看是不是你們來不虛觀的人 是啊... 兩位讀者 這位一定是霍將軍 謝謝霍將軍相助 不必是 你知不知道是誰打傷我們師弟的呢 四個金國高手 又是那些金狗 他們一定是想搶九陰真經 那本真經沒有給他們搶走 我相信沒有 不過我在靈師弟的身上 並沒有發現甚麼 師父, 為甚麼這本九陰真經會在天生身上 師父臨終時吩咐過 我相信天生這麼貴重的東西 一定會帶在身邊 醒了... 師父, 三師弟, 又怎麼樣了 師兄... 謝謝壯士相救 這位是鼎鼎大名的霍將軍 霍將軍 道長 我看你暫時就留在這裡養生 我相信那些金狗 他不敢闖我將軍庫 我相信, 三師弟, 三師弟 你會想到這件事嗎 我相信, 三師弟, 三師弟 我相信, 三師弟, 三師弟 我相信, 三師弟 感谢观看 对不起, 贫道苏宇将给你祭天 今天是我兄弟的美贼 他们一定追权了将军你多年 是, 他们曾经跟我出生入死 好过有将军你今天能够出手相救 道长不必客气 汉人和金狗勢不两立 就算不是道长 为什么我霍景山也不会坐视不利 根本就不值得将军你救 我没用 对不起师父 我对不起道教 我更加对不起... 药师? 道长, 我在救你回来的时候 你一路上不停叫这个名字 药师应该是个女人的名字 道长是不是? 是, 我霍景山虽非道教中人 但是对道教中的事都量之一而 既然道教可以把宝殿九阴真经交到你手上 我相信道长一定是举足轻重之人 甚至可能是一教之尊条 我根本就知道道长教... 道长, 你何必自责 就算圣人也会有错 当今各眼当前, 匹夫有责 如果道长能够练成绝世武功 号召天下道士, 齐心为国 就算多几个金国高手 也无法侵佔我大宋的国土一步 道长, 一切以大局为重 是... 是... 姑娘, 姑娘, 你怎么样? 姑娘 姑娘, 您认为一切 yez hearicle 你身體很弱,感染風化 如果不好好調你 那你腹中而不育 可能也保不住 我是不是已經來中南山? 是,這裡就是中南山 靈虛冠 真的來中南山? 我真的來中南山 沒錯 中南山荒原十里之內 就只有我們靈虛冠 不知道師主來中南山有什麼事? 請問你新掌教燈為大典舉行了嗎? 九月初九才是大典之日 師主來中南山 就是專誠來看我們新掌教燈為大典 看來師主路途拔洩 一定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 我是從紫霞山來的 紫霞山? 貧道以往一直都在紫霞山的道觀收道 難怪看見你的樣貌似曾相識 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 你一定認識到天生的道長吧 天生? 天生就是我們新一代的掌教 師主, 你從公園來到說走就走 不如讓貧道找天生出來 替你最後一個救 阿爹 天生道長快要是新掌教 他一定要好好地靜修 我也無謂騷擾他 只要我知道 他會是未來的掌教 我也會等他開心 紫霞, 紫霞 真是… 藥私…你別走 藥私, 我只是對不起你 我沒法忍心扔下你就走去 藥私, 你原諒我 我這輩子都不會原諒你 你去做你的道士, 你去做你的掌教 玉師, 你已經有了我的骨肉 難道你這樣也不肯原諒我 你別以為我 會在肚子裡的骨肉來求你 我只是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我不相信 我當天親眼看見他走的我是你 可是我現在相信 因為你連出來見我勇氣也沒有 你又怎麼會有勇氣 為了我受道教給你的壓力 我為甚麼沒勇氣出來見你 放心, 我原生一定會 成全你和天生的 你到底想怎麼樣 只要你跟我合作 向大家說清楚你和天生之間的好事 那天生想做掌教也難了 為甚麼要這樣做 讓你的真情打動 我以後我不會再見天生了 現在到你不想了嗎 霍將軍對貧道的恩德 貧道一定銘記於心的 道長客氣 九月初九登基大典 我一定到河 霍將軍, 他若用得到貧道的時候 貧道一定會率領信眾 登口霍將軍你的差點 謝謝道長 甚麼時候輪到你這個 涉足道中的伴徒在這裡作威作福 二師兄, 你說甚麼 原生道長 你膽敢在我將軍府門內搗亂 霍將軍 我怎麼敢來你將軍府那兒搗亂 我只不過替道教 清理門戶 我勸你不要這麼多管閒事 天生, 你認不認得這個人 道長, 這個女子身懷六甲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她 霍夫人, 她肚子裡只是一個業種 死不足惜 道長, 事關重大 你要想清楚 你到底認不認得這個女人 放開我 我根本就認識你們兩個道士 甚麼?你竟然擺口覆仙 是你親口告訴我 你討論的業種是她 誰呢? 你亂說 我福官早就已經死了 她是被野狼人死的 只野狼人還沒人害怕 她想跑過來想 我福官是為了保護我和肚子裡的骨押 她不顧自己的命 抱著那隻狼 一起跳到火堆裡面 令火燒死 你是不是跟我有業?快說 我讓你放鬆她 把狗陰真經出來 我們兩個人也生路 我根本就沒有狗陰真經 一炮兩炮 我們剛才說 請你的時間 1螞蟻炎 1分別的骨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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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師… 玉師… 玉師, 你怎麼樣? 玉師… 玉師, 我很對不起 我沒有勇氣 我連一隻狗也不如 一個瑞絲萬段 奈為夜郎之間 你被夜郎咬死的話 那我不用結他了 玉師… 玉師 天生去救了一個有身幾個女人 原身道長還追著天生 跟那個大肚女人走去 那個女人 一定是今早一心救回來的那個人父 那個大肚女人來過這裡 是啊, 她怪怪的 她說她自己在枝霞山來 還問李天生師兄做掌教事 大師兄 那個大肚子和三師兄有甚麼瓜葛 何止有瓜葛, 簡直是一對狗男女 原生, 你不能在這裡胡言亂語 師兄, 原生並沒有胡言亂語 三師弟真是想不到 在梓霞道觀的時候 已經跟山下一個文女有嚴 還弄得人家有了身體 二師兄口感無憑 別立刻侮辱三師兄 我侮辱他? 三師弟真是令我失望 剛才所發生的事 相信霍將軍已經過得一清二楚了 聽霍將軍說 你把那個大肚女人 折磨得差一點沒命 還跟天生打起來是不是 想不到堂堂一個大將軍 說話竟然偏太一個好色的道士 你... 原生, 有得對霍將軍無禮 師兄, 原生所說的句句都是事實 要不然 為甚麼天生到現在又不敢出現 他大可以帶個女人回來 在道祖面前變個明白 你胡說 誰的三師一定不會回來 沒錯, 天生絕對不是一個 一九了之的人 好... 你們遲早都相信我所說的話 是誰的 常生道長, 在下都是先告辭的 霍將軍, 答不了你那麼久 貧囑也不知道怎麼向你道歉 道長何必客氣 這件事本來在下府邸發生 我也很想得個明白 不過明天早上 我有要事趕回邊關 我已經答應天生道長 會出席貴派在重陽之日 掌教登偉大點 我想天生道長 到時一定會回來 肩負掌教之職 請 是 謝謝 謝謝 我很欣賞 謝謝 我 謝謝 yells 我 忘記 小姐, 你抹地還好圓, 你可以冷清 小姐, 你不用看了, 這裡根本沒有出口 沒有出口? 剛才我進去看過, 石門根本是不能開的 我早就想走 不是, 我想出去找東西給你吃 我去到處看看, 終於找到野果 我說你吃了很多 你走 你走 你只知道我為甚麼會扭 我告訴你 我走了一百天, 我才能來到中南山 沿途, 我只靠野果爆肚 本來我見到野果, 我都很怕 我很想吐 但我都要吃, 因為我怕死 要看你, 是要晚了 我又要熬到你總量渣 現在我終於來到 但我不想看到你 我真的不想見他 就算我見到你, 那又怎麼樣 難道我問你, 為甚麼你一去不反呢 你真的太無情了 我無謂追究完 不知道, 我知道一切都是我不對 每天, 都在大墨裡遇上 我希望你回來, 可以看到 我不會來的錢, 還帶了一堆種子來 我希望你總之可以像見到你一樣 老師, 我求你原諒我 我保證以後, 不再令你不開心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就打雷霹音了 沒用了, 這花已經死了 我希望你去做一張串 我會想說, 你想說, 我可以去做一張串 你還要考慮? 我只要想說, 你想說, 有什麼事 我會想說, 你想說, 真心裡 我想說, 有什麼事 我可以說我, 你想說, 有什麼事 我會想說, 有什麼事 我會想說, 有什麼事 我會想說, 有什麼事 藥仙 藥仙, 你過來, 來 小心點, 來 你過來看看, 來吧 你看 這個花已經變成另一種花了 怎麼會這樣 我相信是由我真情來中, 所以變成一種情花 藥仙, 我生生世世都要跟你在一起, 永不分離 是不是, 我已經不再是道士了 我還要等我們下一代大過載之後 跟我們一起中情花 是嗎 藥仙 今天是八月十四 明天是八月十五中秋節 藥仙, 明天就是中秋節了 我們怎麼慶祝 你看看, 我這眼的情花燈這麼有應景 原來有多少情花在一起 差不多被我用光了 用光了我的情花 廉仙 真是…… 你也知道 我猜不把情花可沒見到 廉仙 你現在拍照片子 你一定要看擾情花 已經不肯便 我們先怕抽拾情花 一邊的情花 我怕你不要解釋了 你怎麼會生氣的? 我生氣的就行了 是呀, 跌死我了 那個賴床原來軟軟軟的舒服 我們一輩子都不避身, 好舒服 好… 先生, 先生, 怎麼樣? 有事, 這裡下面有梯級的 來, 我陪你下來, 來…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明白了, 師父臨終全家屋途比我 我不斷是忠南山下便有洞天 原來九陰真經就藏在古墓裡面 律師, 你知不知道 九陰真經已經失傳了三代 第十六代掌教 因為法判跟他偷真經 所以一直沒有真經的所在地 告訴全民掌教 只是交給他 但他們始終不明白 徒裡面的意思 或者師父說 無緣的就要得到本真經也是無用 那你跟本真經的很有緣嗎? 我想是 那個鬚蝦又太餓了 我先上去